黄瑞靖的艺人巧克力 巧克力呢 他对于模仿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包括了眉毛要画高 包括了眼睛 等一下我们不要说了 让他自己说好了 但是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本尊 其实真的还看一看有没有像 来导播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他跟正宗的这个黄瑞靖比起来 其实有部分是雷同的 但是你知道巧克力 他的三维非常傲人哦 大家生活都过得很好 我记得他那时候 一双丹凤眼眼神飘呀飘的 模仿陈志宗老婆黄瑞靖 唯妙唯笑的艺人巧克力 最近很受欢迎 对边边投资呢 就可以赚个四百八十几万 太超过了吧 不会超过 你是被熊抱抱怨的是不是 这怎么会超过呢 一会儿断人 一会儿明起嘴唇 其实巧克力为了要更像黄瑞靖 眉毛还要刻意画高 才能更像他 像他都会这样就是 后来才换大便 就是那种很像 就比较假一点的微笑 然后眼神就是会这样 左看右看 只是眉毛可能就是差比较多 因为他的眉毛会比较弯 那我自己原本的眉毛就是 没有这么弯 比较平的 化妆镜前躺着的报纸照片 正是黄瑞靖本尊 一面背台词 一面揣摩神域 除了综艺节目的角色 他还是一名专业模特儿 我要唱阿拉丁的电影主题曲 巧克力也当过黑色会美眉 和星光歌手一较高下 身材调好了他 没想到扁家洗钱一样 让他曝光率增加 心路看俏 追新闻 出界为杨艾滴台北报道 阿拉丁的电影主题 阿拉丁的电影主题 阿拉丁的电影主题